少年拿起花盆費了好大力氣 就往對方身上砸 被害人當場重摔在地 為了保命 忍痛站起來 沒想到又被安全帽很K 他連滾帶爬逃進店家求救 甚至還撞翻門口輸架 四名目擊少女嚇壞了 到處閃躲 其中一人還因為踩到地上 花盆碎片差點跌倒 兩男四女眼看情況不妙 立刻騎車閃人 一群好朋友選擇在平安夜聚會 但卻因為一名少女彼此反目大打出手 人甚至直接拿起隔壁店家的花盆 就往被害人頭上砸 紙箱裡滿滿都是花盆碎片 還有被打斷的木棒 可見年輕人下手有多狠 事發在平安夜當天晚上 因為被害人曾經在臉書上 以不雅詞語辱罵一名少女 當時少女還頗文寫下 要這樣我也是笑笑而已 沒想到平安夜晚上見面 對方又再度調侃 許信嫌犯為了替女生討公道 連同另一名少年拿木棍 和安全帽痛毆被害人 造成他頭部撕裂傷送衣 誇張的是這個打人少年事後倒案 居然還在警局囂張打卡 手拿撞球感開心比讚 他這是動手打人少年 理著平頭看起來一臉斯文 但早有毒品前科 進出派出所已成家常便飯 好朋友間因為言語辱罵 在平安夜當天撕破臉 為了一名少女 當街上演全武行 連店家也跟著遭殃 實在很無奈 記者 陽子健 坦克蒙新北市采訪報導 也看來 model人 斧 一定見到 因為